來到2022年 這是本年度第一次的塔尖亂藍星盆分析 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今天是1月5日 想大家去留意一下魔結座的金星 和雙魚座的海黃星 它們之間形成了一個60度的Angle 或者在尖星學我們叫Aspect 上圍 這個上圍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六分上sextile 但是在解釋今天的星盆之前 又請大家先去一去片 看一下塔尖亂藍如何 好評如海嘯 客人一直給我的準評和feedback 是如何 之前你都說我老公會繼續上風上水 你都會占卜對的 啊好重啊 我是真的因為這樣找你的 好審視 我接下來的那一堆東西 是全部你打了一支強心針給我 多謝你 其實我有點擔心 但是你這幾個 Message 其實幫了我好多 多謝你 Thomas 延歸正傳2022年1月5號的星盆分析 講金海六分上 這個金海六分是一個非常之美的 上圍 尤其是因為牽涉了雙魚座裡面的妙主 海王星什麼叫妙主呢 即是雙魚座在現代仙星裡頭 那個守護星就是海王星 現在就是一個自己的地頭很舒服 然後同時 原來雙魚座的旺主星是金星 什麼叫旺主星呢 即是金星入了雙魚座 是一個叫入旺的位置 Exaltation 或者這個Venus是Exalted的 E-X-A-L-T 是的 他們兩個六分 會帶來一個非常之良好的Chemistry 是關於怎樣的一個 本身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之前一直有很多 的 即是那些片 就是最近那些星盆分析 我都說 哎呀 金銘合相 是不是 金星逆行 之後就有個水星走來 即是把他們攬埋一塊 把他們那些是非去擴散 其實是一些親密關係裡面 尤其是感情關係 OK 大家一直都會有很多的一些危機 一些控制肉 佔有肉 妒忌 是的 很多這些黑暗面那些是可以爆發出來 最重要的就當然是 即是最突出 近期最出名的事件 當然就是王力雲李靜雷這件事 OK 那但是呢 咳咳咳 如果 OK 即是一些情侶 懂得去運用這個 今天的金海六分的話 OK 他們就可以去benefit from 即是benefit from到這個星象 就是說呢 他們喜歡去學懂去包容 去原諒去歡說 就算之前真是 即是在我之前那些星本分析 說 哎呀 你們真的會容易去爆大鑊 互相 踢爆 互相傑私隱 是不是 在挖瘡疤 是的 就算之前是發生了這些 那麼難看的事情 但是多得現在這個 金海六分的星象 那 就大家可以去看破 然後去歡樹 然後去重貴於好 何況現在金星呢 是逆行中 OK 那 即是過了今天這個金海六分 那 這個相位會慢慢 我們即是會叫做他 即是慢慢疏落 OK 即那個60度就不要再這樣 但是之後金星會順行的 那他又會再次朝向 海黃星那個角度呢 去進發 而再發生多一次 一個很緊密的金海六分象 所以呢 這個 原諒包容的意象 接下來都再會見多一次 那接下來是甚麼時候呢 我之後會去提大家 好 那麼 那 純粹 這個 即是所謂的原諒 不是純粹口說一些事情 就做到的 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一些實事的話 那 一些關 一些緊密的關係 尤其是情感的關係 那那些人 即是伴侶 究竟是做些甚麼的實事 可以去 更加 即是叫做 去 可以去應驗到這個金海六分的能量呢 就是你們一起去上一些藝術的班 對 或者一起去聽音樂 一起去享受一些藝術的東西 OK 或者看電影 對 因為電影都是藝術來的 可能是在電影院 就是看得下 就是呢 然後呢 就是拖一下小手 然後呢 就拉一個頭下去去到 然後呢 就kiss kiss 就是諸如此類 你知道電影院 是黑黑黑黑沒有人看到的嘛 然後你們出回去 戲院之後 從見光明之後 也都象徵了你們的關係 是可以從見光明的 那你們又是 即是又是一條好看 又是兩條好看 這個關係裏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